論文抄襲 連環報政壇 余波蕩漾 民進黨立委許智傑 直接點名 臨至監獄鄭文燦的碩士論文 論文的指導教授陳明通 建議他可以考慮 先道歉辭職 對此行政院長蘇貞昌回應 學術問題交由學術機構 以程序來處理 點開國家圖書館網頁查詢 輸入研究生鄭文燦 還能看到碩士論文 鄭文燦應設論文抄襲 被臺大撤銷碩士學位 國教圖書館證實已經收到臺大來文 週一上班日會啟動行政流程 完成論文下架 論文事件 重創民進黨終身代接班人 黨內立委點名 鄭文燦與林之間的指導教授 國安局長陳明通可以考慮辭職 陳明通可以考慮先道歉辭職 但原本用意良好的推動終身學習的在職專班 再一步應該做一個總檢討 這不只是一個陳明通教授的問題 另外民進黨立委蔡世映也因設抄襲 被臺北大學撤銷博士論文 論文抄襲案連環報 行政長蘇貞昌被問到三關議題 僅回應學術問題就回歸學術機關來處理 相關學術的問題就由學術機關 以相關的程序來處理 每一個人就自己的各種情勢 有自己的判斷 我們都尊重 學術的文語 這是先進國家應和的道德 也是應和的態度 被視為下屆總統熱門候選人的新北市長侯友宜 僅以學術倫理簡單回應 藍營立委則是呼籲 臺大應該要徹查陳明通過去所指導的一百七十三篇論文 對此 臺大表示沒有回應 記者綜合報導